就是他们三个哥哥就是我们的榜样嘛 能歌上舞正好就是我们三个的一些目标这样 所以说我们会向他们学习啊 然后就是他们一些就是跳舞很好唱歌也很好 就是我们要往这方面努力就行了 哦这样 对 你呢 你都不讲话 我都别让你讲话 我就是觉得就是自己要多努力一些 然后总会有一些回报 然后像小虎队哥他们那样就是 从小就特别很努力 然后学习也好 唱歌跳舞都好 然后所以有那么多粉丝喜欢 我觉得是正常的 哦 我觉得他们就是一个时代的记忆 然后在舞台上或者各方面传递 都是一种向上的正能量 所以我希望我们也能将这种正能量发扬光大 就继续传承下去 其实我觉得就大家都是粉丝的功劳嘛 就他们就特别喜欢我们 然后我们就很感动嘛 就很疯狂 然后我们也特别特别的想更努力的去练习 我们自己的实力 然后来回馈给他们 很多那些什么哥哥姐姐 然后韩国那些哥哥姐姐 就是实力特别强的那种 就是我们可能还小嘛 然后各方面实力可能还赶不上 就是要更加努力去训练 然后给大家来一种 就是喜欢我们的一种回馈嘛 给大家 就是不要让大家失望这种 粉丝就是支持我们的方式 也就只有微博上 然后多转一些这些数量 然后就是支持我们 让我们更有自信 然后去中考 就是他们很支持我们 然后我们要特别感谢他们这些 我觉得就是有这些 我们现在这些成就都是粉丝 给我们的支持所带来的 所以我们要多努力 然后多不要辜负他们的支持 其实我觉得压力还好吧 就可能我们在学校里面 就是一种普通的学生啊 和大家一起打篮球啊 然后上课这样 就好好学习就够了嘛 然后外出工作的话 就好好工作嘛 就相当于也是出来 跟他们俩玩一下 就差不多老一结合这样 压力其实还好啊 哦 你觉得还好 我觉得压力是没有什么的 但是工作的时候 就会要好好工作 然后学习就一定要好好学习 然后出来的时候 就上外游戏 然后一起练习 这也算玩了 小时候我就是 最先到公司的妈妈撒 就一开始到公司的时候 什么都不会 就是从零开始训练 然后跳舞唱歌这方面 还有形体表演 都什么都不会 然后就是上课之后 才觉得这种训练 就感觉特别难 当时就因为一点也不会嘛 就跟不上前面那些 前辈的一些节奏嘛 就拖后腿那种感觉 然后呢 到后来就越练 然后老师给鼓励啊 然后自己会拼命去练 就会越来越有自信一点 这样 我觉得就是声乐 对我来说比较困难 然后因为现在我们三个都是变声期 然后那些饮食啊 也都会特别注意 然后声乐的话就是要练 然后又不能太多练 就是我也就是比较控制不住 然后声音比较难 就是这些 我呢就是跳舞旁边 因为我也不知道什么 可能先天的就是 对这方面没有太多天赋吧 就是需要多练多练多练再多练 就才能达到进步 他又是那种 属于就是四肢不发达的那种 不协调 我们的组合的意思 就是加油男孩嘛 就往上 就是积极向上的一种团队 然后以后呢就是我 我就想成为一种全能型的那种艺人 就能歌上我能表演这样 也能够去表演一些东西 就是全能型的艺人 对都可以 都可以那种 诶 你有没有自己喜欢的 我喜欢周杰伦 周杰伦歌还有杨幂姐姐 我就是也是希望演戏 然后以后有计划的 就是去做一些 然后唱歌跳舞还保持下去 那也是蛮多方位的 您呢 你有没有 我就说就是 想在以后的几年 多涉足一些方面 比如影视 然后电影这方面 就是多积攒自己的经验 然后提升我们整个组合的实力 有有有 特别激动 我觉得第一次见到的时候 就紧张到不敢说话那种 就很尴尬的场面 就感觉就是想好害羞 当时见到 就见到杨幂姐姐的时候 就一直鞠躬一直鞠躬 就感觉好害羞那种 然后但是很 但是心里面特别特别开心 然后见到周杰伦歌就更紧张 因为当时就是 我其实很小以前 就听她的歌了嘛 然后见到她就是 就是一句话都不敢说那种 一直呆在那就 一直盯着她看 然后心里特别激动那种 你呢 你有你有看过她们吗 有没有 我有很远距离的见过 哦 更遥远的粉丝啊 对 但是就是有跟她一起聊过天 哦 有啊 你 怎么聊 就是微博私信 就是一些社交平台的聊天 哦 这样子 哦 OK 我讲过 你你有看过 我的话是见过林俊杰哥 就是当时 有跟她讲话吗 有 就是还合照 但是当时特别紧张 就是胆子挺小的 就是 反正当时就特别紧张 形容不出来 他应该高兴吧 哦 要把自己的歌 放到网路上 自己想着吗 不是 其实当时训练 就一开始进公司 训练到一段时间 他就进来了嘛 然后当时声乐老师呢 就想说 锻炼一下我们的胆量 对 就给我们推荐一些歌 然后让我们去练 然后练的时候呢 公司就会 把那些记录下来 分享给那些粉丝们 让他们听到 就我们的成长了 你呢 就是练习视频 然后拍下来 就发到网上去 然后让粉丝们 和我们一起见证 就是一步一步的成长 但是当初觉得 这个ID好不好 当时小就没考虑 然后他们拍就拍嘛 就这样 现在可能就会 有一点点带户啊 对 现在会有一点意见 现在就会比较 呃 注重 注重 就是 准备好一点 对 对 对 那可能会有一点吧 就是可能我现在高业了 分科之后 会小一点 就是一些理科方面的东西 就可能不会太重视 它就会 压力就会少一点 然后迁徙可能会重一点吧 对 因为中考 然后武科都要一席考 然后也要 也要适宜选学校 这些就 很多问题 我觉得学习的话 就是自己努力 然后自己 就是不愧于自己 就是好好学就行了 没什么压力 中国进行师的观众 你们好 我们是TFBOYS 大家好 我们是TFBOYS 我们的最新单曲 《宠爱》已经出来了 就这个依旧延续了 轻松欢快的曲风 老老上口都取掉 还有暖心的歌词 反正不容错过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我们的新歌宠爱